今天呢,我跟大家來介紹寶石姐啊 十個寶石姐呢 它的一些很奇怪的配置 或者不能理解的一些配置 我覺得它的油箱孔非常非常的小啊 你看它的油箱孔這麼的小 你看喔 哇,幾乎是完全的吻合啊 要用力 才能夠塞進去 現在加油結束 你看,很用力才可以拔出來啊 哎呀,這個是對的設定嗎 有時候呢,有點懷疑啊 這個是在整人嗎 啊,我的後視鏡的選項啊 如果是上鎖之後呢,它會自動鎖毀 我示範 哎,它已經收回去了 然後打開呢 進去,打開引擎之後 它就會再展開 但是呢 有一個很tricky的地方是呢 如果 如果 你是用這一個truck 這裡truck呢,有一個官truck 然後官truck加鎖門 鎖門 鎖門 同時 上鎖 看它後視鏡會不會關起來 沒有給我轉回去 沒有給我轉回去 後面的這個椅座啊 往前傾倒 進來沒有設計可以拉的 在後面創的這個地方 一定要到 前面 進到裡面 用這個撈 這個設計 有點 不太能理解 嗯 不太能理解 不是貼 貼的 只是個標籤 有點 Surprise 啊,現在等待紅綠燈的期間呢 我引擎是自動熄火 但我發現呢 你如果按了這個 後玻璃的除霧功能 它會啟動引擎 試試看 See 我覺得蠻奇怪的 為什麼後霧 後玻璃除霧呢 就一定要啟動引擎呢 有可能是因為耗電量高 所以必須啟動引擎吧 再來跟大家介紹呢 保釋界馬看 後行李箱車門的這個 調高調低 怎麼去調的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按鈕 這個按呢 就是關起來 在關之前呢 你可以調整它的高低 譬如你想要 拉到這個地點 好 假設你要定點 在這個位子呢 按著這個不動 按著 哎 又聽到它嘟嘟嘟 那表示呢 以後的開關呢 就會設置 在這個位子囉 簡單又粗暴 保釋界的這個 前後的這個警示啊 如果你 譬如現在我要洗車 然後它會 會叫嘛 那它的開關呢 要把它關掉 竟然是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現在off 它就不叫了 那如果你再把它打開 又開始叫 但我比較好奇的是 為什麼開關呢 不在這個地方 而是選在這個 沒有人會想到的地方 這台車呢 我選購了 手機無線車充的這個配置 啊 就在這個地方 但是呢 保時捷馬看啊 有點小 我的這一個手機啊 iPhone的Pro Max 太大了 你看 它塞不進去 塞不進去 的情況下 它是無法感應到 充電啊 而且這個還關不起來 所以這個 選項呢 有點點的 失望 保時捷馬看的 車型呢 在儀表板上面呢 竟然沒有這個 行車限速的提醒 啊 這個是非常不方便的 譬如這個路段呢 限速多少呢 理論上應該在儀表板上提醒 那你就可以清楚知道呢 你的限速多少 但是馬看竟然沒有 有 偶爾呢 在這個 Map上面會有 但是不是每個路段都有的 那這個Map是Google提供的 所以 就算有 在這邊呢 也是非常不方便 畢竟呢 開車應該看著這個儀表板 才最方便吧 好 在美女的學校 能夠拍完片子 都剛好碰到火車 加拿大的火車 特別的長 所以長呢 有200階啊 好 那下一次呢 我再跟大家介紹 老世界馬看GDX 有另外10種 特殊功能的新發現 喔 下集見啦 下集見啦 下集見啦